因为整个家族在京剧上面是非常显赫 那以前来讲在家里面有剧团 有剧少 剧少叫明春社 都是非常非常有名 那在04年的时候我的父亲往生了 就是我跟我哥哥来讲 我们也会觉得 这个传统就是京剧这个传统 这个文化 在我们家族快没了 有了这样的危机感 为了家族传承 兄弟两人开始致力京剧商品的创新与研发 在这过程中 他们也重新找到父亲无形中留下的许多宝藏 我母亲跟我讲过一句话 她说你父亲没有留下来太多的金钱给你 可是他留一框给你 你要自己去挖 期待能将京剧艺术开拓出新的里程碑 西式奇品将浓浓的京剧东方气息 融入于现代商品中 开创出独特的品牌风格 充满东方美学符号的设计精品 让人惊艺 兄弟两人也期望能将观众从街头带回剧院 将京剧文化延续下去